昨天是2024年文化和遗产日 陕西黑龙江等地推进 非移静校园传承和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 陕北Younger 作为在黄土高原地区 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 舞蹈活动 同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在陕西隋德 陕北Younger正作为一颗种子 在中小学校园里生根发芽 孩子们正在跳的Younger操 就来源于陕北Younger 在黑龙江省鹤岗市育民小学 同学们正在认真上着京剧课 京剧老师讲演结合 带着同学们一起互动 举手投足间韵味十足 趣味横生 京剧进课堂 是传统文化传承的新尝试 鹤岗市艺术剧院的京剧演员们 在从事京剧表演的同时 积极关注青少年京剧人才的培养 大力开展传承教学 每当我走进课堂 学生们看到我呀 非常的高兴 唱得非常好 有板有眼 今后我一定要更加的努力 把京剧传承下去 今天就像个棠级